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老朋友们 又喜的 机前司令官 俺有个请求 怎样 在俺临死之前 俺想吃口中国饭 你放心 这不是你最后一顿饭 大家是老朋友 你回来了 我为你接风洗尘 接风宴也好 鸿门宴也罢 只不过是一个名称问题 大家都是军人 就没有必要自欺欺人拐弯抹角了吧 俺邢某人今天烙在了你的手里 也算是愿赌服输 今天司令官摆的这个宴 到底是啥意思 俺想大家心里都有数 杀鸡尽猴 但还不想在临死之前 还要被当成是那只 吓唬猴子的鸡 不不不不 你不是姬 在座的诸位 也不是猴子 君有军规 有罪就要复法 话既然说到这个程度 那就全当我和在座的诸位 同你喝一杯送行酒 诸位 我们共同喝下去杯酒 诸位 我们共同喝下去杯酒 诸位 志远 咱先走一步了 但是俺想在走之前 和大家 同意此杯送行酒 这不是为俺送行 俺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 诸位 可以拿起手中的刀枪 把屠杀俺通报 侵略暗江土的日本侵略城 赶出咱中华大帝 本要开 本 本 会像是一样的 我还在这些 我还在家吗 我还在家里 不许你也不许你 你不许你 姐 姐 喂 喂 单泡 你怎么突然来找我啊 你就不怕万一一个人发现你 想你了 傻样 想我也不能不要命啊 傻瓜 快坐下 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太棒了 不吃了 那个 上回说的那事 考虑的咋样了 什么事啊 哥 上山呀 当压寨夫人 你知道我喜欢这个戏台子 也离不开这个戏台子 我跟你上山 算是怎么回事 你可以放下这个戏台子 去当你的土匪 但我不行 我就算死也得死到这个戏台子上 菲菲 你咋就不懂了呀 暗箱中的是你 可我不想过你那样的日子啊 都好好看看 这就是对抗皇军的下场 都好好看看啊 出场了是吧 看一看一看一看 行团长 是被枪决 行团长 被枪决 行团长要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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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书记啊 这两天你没来安门村 你是不知道啊 一听说行志远被抓了 这赵化龙啊 这带着队伍就去县城了呀 李书记啊 你说咱这民兵连 到底是谁的队伍呀 他带去多少人 几个骨干都去了呀 李书记啊 你说要是由着赵化龙这性子 这上级交给咱的护员任务 这肯定是完不成啊 你说他一个连长 怎么能想干嘛就干嘛呢 这还了得呀 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大师哥 三胖 你咋来了 收到消息 二师哥被鬼子抓了 知道管哪儿了吗 是这样啊 二赵啊 去那个司令部那边 去摸情况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了 二赵啊 听说你们家到黄大亮家提亲了 好事啊 可喜可贺呀 这玉英可是百里挑衣的大女人呀 刑天顺这老东西 被玉英可是没安好些 你得快点啊 兄弟 啊 这些个现代洋 是你七哥 给你的鹤里 怎么样 够意思吧 啊 闲话少许 咱知道 赵化龙跟三炮进城了 要去救刑志远 你说这刑志远 有他爹给罩着 他赵化龙参个什么劲 这不自找没趣吧 人活该 让俺立了功 你回去这么说啊 就说刑志远 被关在黄邪军在土港的小营里 明天黄军过来开会 让刑志远 对黄邪军讲话 效忠黄军 你这么说 他赵化龙肯定相信 剩下的就甭管了 啊 怎么样 你想的没 不是不是 儿章 坐坐坐 儿章 按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 让你体验办事 办完之后 该打地打地 井水不犯河水 你就搂着你的玉婴 好好地过日子 你要不同意的话 俺就让刑天顺 和黄大亮家抢亲 你也知道 兵荒马万大 又有黄军成交 这刑天顺 就算是抢了他玉婴 也没人敢出来放个屁 不信咱试试 那对了 事办成了 我把把那口部还给你 皇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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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师哥 瞧了 咋样 看见他们把人带进去了 你亲眼看见他 能确定地方吗 能 二赵 带路 在哪儿啊 就在那儿 好 七哥 咱们这些人手也不够呀 为啥不上帮皇军一起抓的 废话 上帮皇军 上帮皇军这功算谁的 还是咱们的吗 傻的垃圾的 就在前面了 好 就在前面了 好 就在前面了 这会儿啊 待会儿所有的人 都朝他们推上他 打到他们每个人跑不动就行了 都不许上前啊 枪一响 皇军就大了 还不来呢 还不来呢 这是不是有人来了 好像是他们来了 啊 是这儿吗 好 就是那个院子 好 你们在这儿等着啊 去看一下 看到 你看 让我先去看吧 行 小心的 来 齐哥 来了 别动 别动 我打死你 回去告诉他们 咱们什么事没有 快 走 走 快点 没什么 没什么情况 走 走了 什么 安静有点不对劲 啥不对劲 你倒是说呀 安静 安静觉得可能有人 准备 安静行部长 明白 好 你没行的 干什么手下 弟兄们 快打 找到这一个 就算十块打烊 打 快走 走 快 放手啊 还要救我 走 追 走 队长啊 俺吃的吃的不该 我这跟我没关系啊 没关系是吗 俺听人说了 志愿让日本人带走 就是你小子出卖的 你还敢狡辩 俺最讨厌的就是狡辩 狡辩 狡辩 队长 俺知道 俺解释也没有了 挑进黄河 俺也是军军黄啊 俺一枪崩了你 信不信 信信信信 俺一枪崩了你 让你去跟儿子志愿当陪葬 你信不信 信啊 信 队长 队长 咱先把大少爷救出来 然后你问他 到底是不是干盘盘坏的好事 要是干盘盘坏的好事 那个时候你逼了我 也不止啊 队长 您别切回了谁的骨 现在救人要紧了 咱们家志愿 是因为造反逃走的 现在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 啊 哎呀 韩丁阳阳 这后果 我不敢想 我不敢想啊 话也不能那么说啊队长 他万一 有点希望 咱也得试试吧 实在不小 掉包 掉啥 对 说清楚 掉啥包 队长 您这绕着我 我说不出来呀 这这这这说起来 队长 怪吓人呐 咱从监狱里边 找个重刑犯 多给他点钱 说咱照顾他一家上下 让他推大少爷去死 呃 你这娘家 你听说书的听得多了你 队长 那说书的不都说的是真 不是吧 是吧 他万一能成呢 他万一 我说 他让你这么说 找闻家少爷想想办法 对 赵闻小波 他毕竟是和黄军身边的人 队长 队长 还有件事 说嘛 赵画龙他们 好像也在县城 这 赵画龙他们不是一直在打炎的主意吗 他去县城干什么呀 好像也跟大少爷有关 知道了 知道了 他跟赵远都是师兄弟 这赵远一出事 他能不着急 不对 不对啊 他赵画龙越管会越麻烦的 本来日本人 他比方说不想杀赵远 可是这 土八路们一管 他日本人没准就把赵远给杀了 后果不堪设想啊 别愣上他干坏 背马 背 背 背马 背马 你们两个 帮他会看着 赵长长 就凭你们之俩的关系 你绝对不能遣死不救啊 那是当然了 那是当然了 不过看来 小鬼子这次是要斗争格的 他们的目的 就是杀鸡给后看 给俺们这些黄蟹军看 赵远兄 赵远兄当初就属于不效忠黄军的 擅自拉队有造反 小鬼子要是不杀了他 这怕以后有人效仿了 好 再说了 前两天 赵远兄当着俺们的面 让他几天下不来台 这次不杀估计是不可能吗 赵远有种 废话少说 你就是说能救 他是不能救 现在这些事都是日本人管着 中国人根本挨不上边 俺跟志远兄也是出生入死 俺能见死不救 于是现在还没有想到解救的办法 日本人一会儿 还要到俺们那儿去点名 为的就是防止俺们有所动作 小鬼子 我叫您看 您不打扰 您赶紧回去吧 好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诸位 要是想到什么办法 马上通日安 兄弟赴堂蹈火 再送我赐 我去 情况怎么样 司令官 同意见您 啥都不说了 大恩不言谢啊 来吧 请吧 还愣着干啥走啦 来 走 他不能去 好 那行 那咱 好 好好好 来 老七 好 最后一次告诉你 你要再敢读我妹妹一下儿 我弄死你没 什么 什么 平安队长 你找我一个事业 泰军的 儿子罪大恶极 实在是该啥呀 你们中国人 这一点和我们日本人很像 说话总喜欢绕着圈子 行大队长 有话还是直说 泰军呢 上一次为了救我儿子 我立下军令破 逮罪离孤 我为了皇军 我干得还算是不错吧 这一点你还算干得不错 泰军呢 他就看在俺的面子上 邱泰军再放儿子一马 俺儿子这次回来啊 没有任何企图啊 他就是听说俺前一段身体不好 他挂着了 回来看俺一眼他就走 马上就走 泰军 行大队长 你说的是真的 俺给泰军发誓千证万语圈啊 行大队长 你救儿子的心情 我懂 全天下所有父亲的心事一样的 但你不要以为 你说什么 我就会信什么 比如这次皇军控制掩饰 市场上严价大仗 你行大队长不是也趁机大捞一笔吗 我说得没错吧 泰军啊 那是挣了一点点小钱哪 看那 那都不算合啥呀 泰军 泰军 你看 泰军 这是按刑价所有的身家财产 俺愿意全部放下给泰军 你求泰军 能饶俺父子不死啊 行大队长 你的钱财 都是不贵的 不但不要 皇军还要保护 所以我要你在这里住几天 你放心 凡是效忠皇军的人 我们一定不会亏的 去吧 来人 泰军 行大队长 亲 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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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泰军 泰军 要走 泰军 泰军 光树 泰军 有点 美哪儿 盯啊 老板 哎 给我来壳红烔 anniversary 来 您请 哎 好呢 来 来 这儿钱 好好好 行 您慢走啊 您慢走 刚出的烤红薯嘞 热红薯的香脆脆的 甜脆脆的烤红薯嘞 烤红薯 烤红薯嘞 不要开 让开 烴红薯 热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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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 - 跟我來- 跟我來 靳远 靳远 你在哪儿 一天太君 你个王八蛋 你是个说话不算话的主啊 你个狗杂种 安给你师父两立啊 安怎么觉得 这是小鬼子的计划啊 这是有备而来啊 干活 干活 你这子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火龙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手机 你咋来了 这是鬼子给咱说的一个圈套 这个人 一看就不是刑事员 你们看 那像吗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现在全母车 普通命令 你的命令管不了啊 万一要是呢 你们不救啊 救 男主 你怎么办呢 我没有想到狗杂种 还是狗杂种 还有一颗力量 都还不及了 那个人 都还不及了 身杂种 你又死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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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死了 老师 你现在怎么想 还会效忠皇军呢 你不回他 就是弘定 我懂 桓总 谁杀我儿子 我也会跟他拼命 冷靠 vis了 站下来 是鱼热 带走 是 行 理论上解 你儿子已经被我枪毙 行 队长 皇军的目的呢 已经达到了 所以皇军不会怀疑 任何对帝国忠心耿耿的人 太军决定放了您的儿子 谢太军不杀折纳 忠敬往后 安兴天顺 当牛做马呀 效忠皇军 请 你儿子留在这里 皇军 会很没面子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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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等等 咋了 老板 喝茶吧 大兄弟 今天有什么好茶吗 上好的西湖龙井啊 好 可是咱们这有些货不太方便 这好说呀 小山 小山 来了 快快 把这客人的货拉到后院去 好嘞 快 不麻烦不麻烦 没关系 哥大 你们俩一块去 好 走 你说这 这 这 放心吧 自己人 请 来来来来 里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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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老板 好久不见啊 黎老板 里边请 黎老板 黎老板 您慢点啊 黎叔姐 这是哪儿啊 这是咱们组织上在县城的安定秘密联络站 站长就是刚才的掌柜的姓丁 以后 有什么紧急的情况 可以到这儿来跟组织去的联系 但是切记 不要跟任何人说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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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凭啥不让开枪 三宝兄弟 你先别着急 你听他跟你说 刚才 刑场上的那个家伙 你没留意吗 他根本不是刑制员 这都是鬼子的圈套 他们巴不得咱们全都冲上去 他们好一网打尽 你没看到城脚上那么多的鬼子 这个吉田 比咱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 刚才 要不是 他们及时赶到 一旦你们出手 今天 咱们所有人 全都打上 俺凭啥相信你啊 就凭你随随便利说几句话 俺相信李书记 三炮你好好想一想 你说刚才 在刑场上那个囚犯 那吓得两个腿都打颤 那能是志愿吗 真不是 三炮 相信啊 俺们用俺们确切的情报来源 告诉你们 刑制员他还活着 司令官干啥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吗 按照你的份 行动的那边都准备好 好 那就送他们上路吧 是 你去把刑天寻找来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着点 行了吧 记住 日本人要真想杀你啊 那是易如翻掌的事儿 听爹的话 耳上 不管是吉南 青岛 或者是重庆 越远越好 知道吗 安全 爹 您这么死心塌地的跟着小鬼子干 那是死路一条啊您知道吗 闭嘴 耳上 记住啊 黄军之所以放你一马 那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 是你爹拿脑袋换来的 兄弟啊 今天司令官想让你去一下 汇报一下严场的情况 哦 好 你稍等啊 送走儿子 赶紧走吧 林老婆说 野长梦多 日本人都是狗脸说变都变 赶快走 听着 一路之上要格外小心 嘿 好嘞 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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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走走 你稍等一下 我去换换衣服啊 我公司 Elias 铁霆虎少龙门真 雷上马蹄飞 飞天入海油汝底 火海闲士辩 路拔冲断气伤针 瘋狂火斬鼓勒 勇敢重逢陷阵被了谁 被了谁 哎呀 不悔 一颗的小小的雷 炸飞了小小的鬼子 一群零啊 可爱的人啊 风风火火打敌人 学习崩荡的好男儿 生死路上走几回 包围圈儿内啥地毁 学生都不太玄归 哎呀 哎呀 野白虎啸龙门针 雷香马亭飞 黑天如爱游如敌 火海鲜鲜美 无法冲断七上阵 风火斩鼓勒 勇敢重逢陷阵 被了谁 被了谁 哎呀 哎呀 一颗小小的雷 炸飞了小小的鬼子 一群零啊 可爱的人啊 空风火火打敌人 学习崩荡的好男儿 生死路上走几回 包围圈儿内啥地毁 学生都不太玄归 黑夜陡 大喜 小不了 海 尊散 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